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宝君 今天来说一说 人类大战火星章鱼哥的电影《一星觉醒》 话说国际空间站的几名宇航眼 拦截到了一个迷路的小型太空舱 这个太空舱 打造一个火星的土壤样本 对树木学非常熟悉的史华 对样本进行了一番检测 发现里面竟然有巨型单细胞 有细胞 意味着就有生命的存在 只是这东西看起来 比地主上的要奇特很多 完全就是一个没见过的未知神物 在超低温的检测环境之下 这东西好像没什么反应 结果慢慢升高温度 调到远古地球模式的时候 这小小话开始变得骚动起来 异常活跃 看起来就像是 冬眠被人骚扰操心了一样 众人随机家有关部门 包括了这一众大好消息 人类历史上 首次发现地球之外的外星生病 这是注定要被载入死车的光辉一刻 接着喊联系地球上的电视媒体 视频直播太空舱里的日常操作 利肉赤和拉杀碎 样样的好有趣 最后还搞了个取名字的环节 一个妹子给火星生物 取了个非常经典的名字 章鱼隔 在大量补党的滋润之下 就想要往慢慢发育成长 几天的时间就变得龙金虎猛 像是打了极数的家庭一样 令人更加震惊的是 这东西的每一个细胞 都能发挥体细胞的功能 也就是说 这家伙的脑袋既是眼睛 也是脊肉 更是神经 对外界的一些刺激 也没有任何的恐惧和抵触 而是非常大胆主动去试探 这搞得死黄是有点焦羞和心扉 要知道在这茫茫太空当中 每天都是在孤头和枯燥中度过 突然有一种东西 能让人大量肥密多巴爱 自然而然就会对他产生依赖心 每天都装鱼隔碗 成了死黄最喜欢的娱乐项目 只是这家伙的身形 一天天变得膨胀起来 脾气也开始变得暴躁欲怒 突然就缠住死黄的手 像是舌内缠绕猎物一样 当场搞到粉碎性骨折 关节错位 可罗斯一下子体力消耗的太大 继续补充一下能量 这家伙看上了实验室的小白鼠 几秒就吃下了这多美味的肉材 身形也由Emma 瞬间变成了L 健哥趁机流进实验室 就说了死黄 但自己却来不及逃离 被困在里面 最后主要亮出各种家伙 和对方硬杆 就连平时烤肉的火箱都耍了出来 之后就还没烧到对方的一个汗毛 就被火烧生的寄生惨死了 心肝脾肺生一个都不胜 张鱼哥有了肉材和血液的脂润 身形又瞬间膨胀成了SL 喊来了一道饭后冷饮 吃掉了机舱里的所有冷却机 在宇航眼流到场外 检查冷却管道的时候 张鱼哥很聪明了接触宇航眼 跳回了太空杀杀 顺着管道又流进机舱里 蝉死了死怀 同时身形也进一步膨胀 变成了XXL 生肉的美味 不断刺激着张鱼哥的味蕾 继续对其他人展开猎杀 这个空间站不是用来救人的 而是为了防止张鱼哥 有道地球搞直 专门设立的 一旦实验失败 或是出了什么意外 地球指挥中心的人 就会开始做事 所有空间站的人 也都只能葬身太空 张鱼哥作为一个外形生物 智商也是堪比IQ博士 马上又对其他人展开猎杀 在燃料即将耗尽的情况下 杰克设置好飞行轨道 空间站即将奇迹般的飘向了地球 有了这一次生还的希望 杰克决定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 以右张鱼哥到个逃生舱里面 打算和他同归于尽 而若是走着上了一个逃生舱 驶向地球 本以为若是可以扶大命的 回到地球了 随着到意外 装上该死的太空垃圾 偏离了航道 最终一眼都没留下一句 就葬身太空 而杰克因为无法改变航道 和装鱼哥一起追在了地球上 两个不约的家伙溜过来 打开了舱尾 全篇结束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外太空和外星生物的设定 让人很自然地想到科幻经典 异性 影片在复发的好太空场景方面 也不去看见好真实感 比起科幻片来说 我个人更愿意 将它归类为惊悚片